原标题盗墓笔记 大介密为什么花爷和黑瞎子会成为CP 盗墓笔记里可以说有众多CP了 大家都热衷于拉朗培 主要是女主角几乎不算出现过仅有的阿宁 也已经离开了 所以今天就来探讨一下 盗墓笔记大介密为什么花爷和黑瞎子会成为CP 众所周知 黑瞎子出现在蛇爪鬼域 而且后面几乎都没有他的存在 他也没有加入主角团和无邪 他们一起经历生死 更别说和小花之间有什么交集了 起码在盗墓笔记期间 大家对于黑瞎子的存在 还是一个很厉害的神秘人 但是到了沙海当中 黑瞎子的存在感一下子就上升了 简直要和张启玲同一高度了 这样一个厉害的人活得又潇洒 米死了一大票道米 但也就是在这时候 大家突然发现 黑瞎子和小花的关系不一般 他们已经认识11年了 而且黑瞎子能够为无邪卖命 还是因为小花 这两人中间存在了什么事情 让潇洒肆意的黑瞎子 竟然心甘情愿为无邪做事 还说了无邪当徒弟可见 他和小花之间不可能简简单单的认识 因为认识一个人是不可能出生若死的 黑瞎子能为无邪做到这个地步 他自己都说是因为答应了别人而这个别人 就是小花谁会因为认识一个人 而参与到这样一个复杂 又随时有可能丢掉性命的局里面 还记得沙海当中的一个细节吗 最后大决战的时候 无邪竟然用黑瞎子的手机 给小花打电话问他到了 没请问你们两个不是青梅竹马吗 你为什么要用黑瞎子的手机 给小花打电话 而且小花丝毫没有奇怪 这证明什么证明黑瞎子和小花的关系 甚至比无邪和小花的关系 还要更进一步这种种细节表明 黑瞎子和小花他们两个绝对有猫腻稻米们 不把他们凑在一起 难道还把他和张启玲凑在一起吗 社会我黑爷和小花乃是绝配 黑瞎子和小花的关系